这个龙小弟又迟到 看我一会儿怎么教训你 老大 你又迟到又迟到 昨晚战绩如何 幸不如是明 我呀 把前文的 书的连本代理都讨回来了 你的一份 呜呜 不错呀 还好你给我钱 最近正急着用钱呢 老大 这皇宫里边 有什么能用得上钱的地方吗 这你就不懂了吧 我告诉你啊 这皇宫里啊 处处得用得上钱 昨天我要不是用钱 说买了李公公 那老大我就惨了 昨天怎么了 我 皇上不是早早地就睡了吗 那个小皇帝啊色狼得很 怎么可能啊 得亏啊 我哥哥给了我一条 禁过门汉药的丝巾 我偷偷戴在身上 进入了寝殿 把那个小皇帝给迷晕了 要不然 哪有那么荣耀 你居然把皇上给迷晕了 这件事情要是让皇上知道了 你 你哥哥 还有李公公 那两个静氏房的太监 都是死罪 这件事除了我还有我哥哥 就你知道了 别人都不知道 不许跟别人说 老大 你不应该告诉我 陷舞于两难 如果我跟皇上说了 那就是对你不义 如果不说 那就是对皇上不忠 我又不是去害皇上 我是为了自保 你可别为了你的主子皇帝 出卖我啊 如果真是那样的话 那我可就跟你哥袍断翼了啊 老大 不是我说你 你也太任性妄为了 要不是我在皇上面前 说你好话 你有几个脑袋 也早就得我干净了 好了好了好了 那我不也是一样吗 如果我不是为了你 我怎么可能听敖拜的话 要入宫呢 虽然我武功不高 但是我轻功可以 我可以逃跑吧 我不都还是为了你吗 行 旧冲了老大 对我这份情意啊 我说什么 也要在紫禁城里面 保护你的安全 但是咱俩可说好了 你可不能做什么 太过分的事情 尤其是不能伤害皇上 要不然的话 连我都保不住你 明白吗 放心吧 其实我这个人吧 挺怕死的 再说了 我怎么可能 连累我的龙小弟呢 还是我大够意思的 这脑袋长得真像鸡蛋 老大 这两个晚上 和皇上相处下来 你觉得他怎么样 这小皇帝嘛 有点风流 有点色 但人还是不错的 对我吧 也挺宽容的 最主要的是 他酒品跟毒品不错 我跟你说啊 看一个人 如果他的酒品跟毒品 都好的话 基本上这个人 也不会差到哪儿去 还从来没有人 这么评价过皇上 要是皇上听到了 肯定会觉得很有气 我跟你说的 可都是私房话 你可千万不能告诉别人 我知道 我们俩之间的小秘密 嗯 耶 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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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